任务的飞行全过程约53天 由发射入轨段 地月转移段 近月制动段 还愿飞行段 着陆下降段 月面工作段 月面上升段 将会对接与样品转移段 还愿等待段 月底转移段 和再入回收段等11个飞行过程组成 就像我刚才介绍了一样 我们是一共有11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第一棒是我们的运载火箭发射 到了后面我们进行地月转移 要奔着月球飞过去 还要进月制动 就在月球附近进行一次刹车 进行环越轨道的飞行 还要进行软着陆 着陆之后 我们在月表进行工作 也就是采样和探测 还有月面的起飞上升 我们在月球轨道交汇对接 并且去转移样品 再之后是进行等待 月地 月球的轨道等待 等待我们一个合适的返回时机 月地入射 进入我们的月地返回窗 这个轨道 在月地转移阶段 最后我们到了地球 载入大气层 进行最后的载入回收 这11个阶段 是一气合成的 容不得半年闪失 11个阶段 完换相扣 每一步 前一步必须成功了 后一步才能够继续 所以说我们这是 相当于一个接地赛一样 一棒一棒 每一棒都必须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